你是否听说过骑士圣殿会? 这是一个神秘的组织,成立于十字军时代, 曾经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 却又在一夜之间被消灭。 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为何而战? 他们的秘密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骑士圣殿会。 骑士圣殿会的故事要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说起。 1095年,罗马教皇呼吁基督徒武装起来, 去夺回被穆斯林占领的耶路撒冷圣地。 经过四年的征战,十字军终于攻占了耶路撒冷, 并建立了几个十字军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面临着穆斯林的不断威胁, 而且朝圣者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19年,九位法国贵族骑士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一个修士会。 他们自称为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 简称骑士圣殿会。 名字来源于他们的总部阿克萨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位于圣殿山上, 传说是所罗门王的圣殿所在地。 他们的使命是保护耶路撒冷圣地和基督徒朝圣者的安全, 并与异教徒作战。 最初是, 这个组织只有九名成员, 这九人穷困潦倒, 甚至一匹马攻两人共城。 圣殿会的徽章就是两个骑士骑在一匹马上, 象征着贫穷和兄弟情义。 但是, 他们很快就得到了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王室的支持和赞助。 1199年, 在法国特鲁瓦举行的主教会议上, 教皇正式承认了骑士圣殿会的地位, 并赋予了他们许多特权。 从此, 骑士圣殿会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和宗教组织。 圣殿会只对教皇负责, 不受任何国王或主教的指挥。 他们有自己的法律、 法院、 制服、 武器等。 骑士圣殿会分为三个等级, 最高级别是骑士, 只有出生于贵族家庭的人才能出任, 中间级别是军事, 通常是出生于自由民或电农家庭的人, 最低级别是仆人或工匠, 负责提供后勤服务。 大团长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由总会选举产生, 总会由各地支团长和高级军官组成。 支团长负责管理各地区域或国家的分支机构, 并向大团长汇报。 在成立的初期, 骑士圣殿会就以其优秀的军事训练和装备而闻名。 成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 并被要求勇敢、忠诚。 骑士使用重型马匹和铠甲, 并配备剑、锚、弓箭等武器。 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无畏和无情, 常常冲锋陷阵, 与敌人血战到底。 骑士圣殿会不仅是一个军事组织, 也是一个商业帝国。 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 在欧洲、中东、非洲等地设立了许多城堡、 修道院、港口等。 他们从事各种商业活动, 如运输、贸易、铸币、放贷等, 并发展出最早的银行业务。 骑士还能为朝圣者提供安全护送和金融服务, 并收取费用或利息。 圣殿会还与各国王室和教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并参与了政治和外交事务。 骑士圣殿会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参加了几乎所有宝贝耶路撒冷王国 和其他十字军国家的战役,并取得了许多胜利。 在1177年的蒙吉萨战役中, 80名圣殿骑士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 一起击败了三万人的穆斯林大军。 在1991年的阿斯福战役中, 500名圣殿骑士与英格兰国王李察一世, 一起击败了萨拉丁的精锐部队。 其实圣殿会在十字军东征中曾经辉煌一世, 但是光荣也随着圣地的失守而黯淡。 1291年,阿卡城被穆斯林攻破, 十字军国家灭亡, 骑士圣殿会被迫撤离圣地, 转移到塞浦路斯, 失去了自己的根据地和使命, 只剩下庞大的财富和权力, 这些财富和权力导致了他们的末日。 以307年, 法国国王菲利四世下令逮捕了 法国境内的所有骑士圣殿会成员, 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他指控他们犯有异端、 亵渎、 叛国等罪行, 并要求教皇克莱门武士解散 骑士圣殿会。 在经过长达七年的审判和拷问后, 骑士圣殿会最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并被解散。 骑士圣殿会的最后一位大团长雅克德·摩雷 和其他三位高级领导人, 在塞纳河畔被烧死在火星柱上。 据说, 在临死前, 大团长诅咒了法王和教皇, 并预言他们将在一年内死去。 不久之后, 他的诅咒果然应验了。 骑士圣殿会就这样惨遭灭门, 但是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 关于骑士圣殿会的传说和神秘谜团不断出现。 有人说, 骑士圣殿会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秘密地延续了下来, 成为了共济会或者其他秘密组织。 有人说, 骑士圣殿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地下金字塔, 并在其中进行了神秘的仪式和实验。 还有人说, 骑士圣殿会与异教徒、犹太人、穆斯林、女巫等进行了联系和交流, 并学习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这些传说和谜团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 但却吸引了无数人的兴趣和想象。 从文学到电影, 从游戏到音乐, 从艺术到科学, 从宗教到哲学, 圣殿骑士团成为了一个永恒而神奇的符号, 圣殿骑士团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组织, 它在十字军时代扮演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 它既是一支无畏而无情的军事力量, 也是一家富可敌国而高级的金融机构。 它既是一群忠诚而虔诚的宗教修会成员, 也是一批引起争议而遭受迫害的异端分子。 它既是一个崛起基督教而败于基督教的历史现象, 也是一个留下无数传说和谜团而永存于人类文化中的神秘主义。